所以这一点的话,顺便讲一下 这种有不一样的写法 你不要觉得说,为什么 怎么每个人都写的不一样 其实 这个也是程式设计难学的地方 我发现好像真的是 你的程式设计 没有练到某个功力 你可能会 写的很辛苦 如果你觉得还写的 好像是懂非懂,表示你写的不够多 你看的程式码不够多 如果你程式码写的 看的够多,写的够多的话 然后累积的够多,你就会很了蓝于心 还要累积啦,你不要说写完就算了,很多人写完会让得出来,OK结束了 那下一次 可能之后要写 好像我有曾经看过在哪里 在哪里不知道,找不到了 完了 其实程式设计 最重要是 不是你写完,而是你累积多少 我 其实我这么多年就是做到累积啦 累积你的 资料库 反正我随时我想到什么 我的脑袋一定记不起来 你不要相信你的记忆力 你要相信你记在哪里 所以有时候我就把它放在我的云端硬碟,或者我的任何地方 然后我就输入一个keyword,有没有 东西就出来了 我马上就有我要的东西了 对,你还相信你的脑袋吗 你确定你的记忆力很强吗 你年纪越大之后,你什么都记不起来 可能你前一分钟才讲过的话 那你又再讲一遍 很多时候 你的 可能你的小孩可以跟你讲说 讲过了,不要再讲了 有没有 对不对 为什么,因为你记忆力已经衰退了 所以这就是说尽量你可以利用一些方法 把该记的记在一个地方上,不是你写完就算了 其实写完 才是你去咀嚼的时候 因为你吃进去之后,你如果没有消化,没有咀嚼,没有思考 这个东西永远不是你的 所以很多人程式写不出来,写不好 是因为 写完就算了 他没有把它记起来 或者是 思考 变通 变成自己的东西 我想这后面才是比较重要的部分,那请各位这部分 再试试看,这个是匿名物件的写法 那等一下我会把他拍个照 放上去,给各位参考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反正以后你们记得,就是匿名物件,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你有把我的,像很多同学 以前学过程式,他就很聪明 我放他的照片 他就把他收集起来 下次要找打开来就可以了 我都帮你们把笔记做完了 接下来就是你们 的工作,你们至少要知道说累积这个资源 好